4月23日 李荣浩的蜡像在北京杜沙夫人蜡像馆正式揭幕 当天 浩哥一身粉嫩的小西装亮相 皮肤白到发光 简直白过范冰冰 当天跟同款蜡像站在一起 简直是让人傻傻分不出真假 而早早就到了蜡像馆参观的浩哥 竟然还遇到了老熟人 一星在里面 所以刚才你有看到他 我刚刚到浩哥了半天 你还给我 真是的 跟张一星的蜡像互动 你简直就是皮皮浩呀 当天 粉嫩的浩哥还声称 蜡像千万不要让自己老妈看到 他会被吓到的 我就觉得可能远看就比较像 可能近看就不行了 但其实我近看比远看还像 就是这个有一些毛孔 跟我这里有一些胡子的那个 胡渣都是一样的 就真的太像了 我觉得这个 最好不要让我妈看到 我妈可能会被吓一跳 当天 李荣浩还跟大家分享了 自己浩哥这个称呼的来源 我们都知道 李荣浩常常调侃自己的粉丝是狠角色 没想到身边的人也这么耿直 就我从出道开始 我从出道的没几天 就有人叫我哥 然后我说为什么你要叫我哥 他说这可能感觉我比较老 对 然后天天叫我 我越不让他叫他越叫 就慢慢就叫开了 这样后来我自己也习惯了 我说浩哥呀 大家叫你浩哥完全是因为 被你的实力和才华圈粉之后的尊重呀 最开心的是大家以后可以常常去蜡像馆 看白过饭冰冰的李荣浩了 北京娱乐报道 良好 室费 下半天 老兵 熊